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今天立法會上演了一場建制派奪權的鬧劇 上午由郭榮鏗主持的內務委員會選不出主席和副主席 後來到了下午這個李慧琼就去罵雙胞 自行就去加開內務委員會去處理其他事項 後來更加釀成了肢體衝突 這個李慧琼就將所有民主派議員逐個趕走 其實這個李慧琼都相當奸搞 在開會之前一段時間 就由一大班保安人員和建制派議員的勇促下 走到主席台那裡安坐 一眾的民主派議員不滿他 批評他濫權 並且包圍他要求下台 但沒有辦法衝破得到 由保安人員和建制派議員組成的防線 在對峙期間 工聯會的郭偉強忽然強行拉扯人民力量的陳志全 令到他失去了平衡 踏在地下的樹 這也未夠 郭偉強簡直將陳志全拖行幾米才肯停下 他的黨友粗口捐麥美捐立即上前勸了 而其他民主派議員見到這樣的情況 紛紛上前扶起陳志全 並且捉住郭偉強理論 郭偉強不但未有道歉 更加是手指指 萬罵民主派議員 後來李偉強把陳志全趕到會議室 由多名保安人員把他抬走 我真的想請問這些建制派的立法會議員 郭偉強的所作所為是否暴徒行為 為什麼你們一群人出來譴責一下他 經常說要反對暴力 你們根本上不是反對暴力 只不過是反對別人反抗 現在郭偉強這些行為算不算文明 這些又算是法治嗎 將一個立法會議員 將他抬走在地上 然後拖行幾米 這些算是甚麼行為 對不對 出來譴責一下他 多重標準 整班人真的 說暴徒 誰能及到你工聯會 工聯會感應第二 沒有一個人感應第一 在香港說暴動 說暴徒 整班都浪費 現在郭偉強在做甚麼 表演 立法會議員可以讓你這樣抬走在地上嗎 如果換轉是陳志全抬走在地上 那會怎樣 那當然是整班建制派出來 聲光嗨嗨開記者會譴責 現在你做甚麼都可以 因為你很厲害 你人多 你只是搞這些事情 強權壓倒工 你們最厲害 好了 這樣還沒算 接著黃定光 就跟黃碧雲 互相斥責對方非禮 這個真是好笑 如果有非禮行為發生 在議會當中 應該馬上報案調查才對 因為非禮是乾犯刑事 對吧 在議會內 雖然立法會議員 就有言論免責權 都不能亂說 對吧 我翻查了很多片段 因為今天很多立法會議員 網台都有拍攝的情況 找來找去 我都找不到 到底誰非禮誰 有沒有出現過 這些情況 不能亂吹 然後開會的時候 還搞事 建制派一度出現了內控的情況 工聯會的陸仲虹 就猛烈評擊 說民主派衝擊主席台 然後就強行說民主派 是跟地產霸權有關 搞到地產及建造界的石禮謙 立即彈起 就批評陸仲虹說這些話 然後陸仲虹就揭而不捨地 繼續說地產霸權論 搞到石禮謙脫下了口罩 直斥陸仲虹可恥 即是沒有罵錯 這個陸仲虹就是可恥 你根本就在濫用議員的言論免責權 如果你認為這些民主派 是跟地產霸權有關 是有勾結的 麻煩你拿一些證據出來 讓市民笑一下 鑑想一下 到底是有還是沒有 如果是沒有的就收皮 有的就拿出來 不要在那裡大隻說 你作出這些指控是很容易的 但是有沒有證據 是不是 作為這個業界代表的石禮謙 馬上站出來反駁你 難道認為民主派 就跟石禮謙有勾結 石禮謙正正就是地產界 對不對 你說他霸權還是怎樣 其實是批評誰 這隻陸仲虹正正就是目中無人 哪有把石禮謙放在眼內 明明石禮謙在多個訪問之中 都已經表達過他是忠誠的建制派 總之你一催計的時候 他就自然會歸隊 那你陸仲虹 用不著特地說什麼地產霸權 跟這個內務委員會選主席有什麼關係 你根本上就是借意又踩到石禮謙 難怪他就會出來反駁你 而且就斥責你可恥 這些根本就是可恥 想連銷帶打借雙城毒 告訴你 又濫用言論的免責權 有證據拿出來說 不要進口開河才行 現在整班建制派就以這隻李慧琴為首 再配合編幫建制派立法會秘書處 再加上這班保安人員 上演了一場奪權的鬧劇 你奪到權就不代表你有道理 而只不過你是恃人多欺人少 我告訴你 因為你在立法會這個不公平的結構當中 你占了多數的議席 所以你可以為所欲為 明明你李慧琴作為內務委員會的主席 任期都已經戒滿了 照道理你已經不是主席而是前主席 因為新過任的主席還未產生出來 即是現任主席是元兇的 現在你以前任主席的身份主持現時的會議 然後就由立法會秘書處全面配合 就說你主持沒有問題的 是合法的 是有道理的 整班人都是霸權主義的 收檔吧 所以這件事就更加突顯得到 35加的重要性 先不要再說廢話 35加之後又會DQ議員 你先做了 起碼35加 如果這個民主派是佔多數議席的話 就不需要搞肢體衝突 起碼在內會當中 就不會發生這些荒唐的鬧劇 我在網上就察覺到一些歪論 值得和大家去分享和駁斥一下 有些網民跳躍式地指控35加是沒有用的 就說因為泛民的表現實在太差了 所以就算選到35加 這個立法會都是沒有希望的 都是廢話的 我就平情而論 你去批評泛民的表現不足 我覺得是沒有問題的 事實上我自己都覺得 泛民在這個所謂的議會抗爭 或者肢體衝突當中 他可以比目前做得更加多 做得更加好 但是你就不能夠單憑這樣不足 然後推翻整個35加的概念 這是兩回事 更何況35加又不是只有傳統的民主派參與 有些新進的政治素人或本土派 一樣可以去參選 到其時很多張名單任你投 你就不要投你認為他表現不足的人 但就不是去批評35加沒有用 35加怎麼會沒有用呢 正正現在就是因為沒有35加 所以出現了這麼荒唐的鬧劇 都是阻止不了 所以為何九月的選舉這麼重要 就是這樣 一定要投更多的反對派議員進去 這樣才可以有效制衡到政權 第二個歪論是甚麼呢 本身提倡白票黨 又說議會無用的人 現在又說要選一群打仔進去 又說要進去做肢體抗爭 到底這群人開邊飯 一遲又說議會無用 現在又說要選一群打仔進去 之前又說到 一選到35加都沒有用 中共就會DQ民主派的議員 廢了 現在又去選 為何這群人會這麼矛盾 尤其是鄭松泰所屬的政黨 你們那群支持者好心就收皮 哪有資格去批評民主派議員的不濟表現 鄭松泰今天在議會當中 一樣是拿著爛鬼手機做直播 那你和其他 你們最喜歡批評民主黨的王碧雲的表現 有兩樣 請問是不是一件事 那些在議會當中沒有代表 有些是本土派什麼派都好 那群人在網絡上在怨靈地批評這件事 我覺得可以理解 因為目前你在議會當中沒有他的代表 因為他們自己就會覺得 如果在議會當中有他們的代表 就會比泛民做得更好 當然這就是他們的想法 至少我也會理解 但是熱血公民本身在議會當中 就有一隻叫鄭松泰 請問他在裡面做了什麼姿態衝突 請問他在裡面做了什麼議會抗爭 你好意思批評泛民那些人一塊反 那鄭松泰又怎樣 有什麼分別 我想請問大體上有什麼分別 將你一拍到陳志全、朱凱迪和許智峰隔離 馬上就比下去 好意思批評人家接賣了他去 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 拜拜